明杰剛剛講到 這個布林肯直接對楊潔篪嗆說 別跟美國對著幹 然後呢 美國新任的國防部長奧斯丁 直接嗆北韓說 美軍做好今晚開戰準備 對美軍為什麼有把握講說 今晚就可開戰 其實這個是美軍 這過去上一項的傳統 大家如果你真的去了解 查一下就了解說 這個近期這幾年來 這一個不只是像奧斯丁 那針對北韓的 這樣的一個口頭上的挑釁 那當然用這樣今晚開戰做回擊 那先前包含這個拜登 這個川普政府任內的國防部長 艾斯培先前也對 北韓也有講過說今晚就可開戰 那像這一個去年的時候 這個中共利用疫情 在南海或東海 進行這個疑義要謀霸的情況之下 你看到美軍非常多的 包含像太平洋的一個司令 或者是說 連這一個羅斯福澳航母的指揮官 都曾經直接對外嗆說 美軍今晚就可開戰 那這當然也就是美軍備戰的一個 最高指導原則 他有這個實力 的確今晚就可以開戰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這一次比較特殊的是說 因為他這個 等於訪問南韓 那這個美韓之間 其實在這個川普政府任內 因為軍費的關係鬧得非非揚揚 一直拖延的一個 註韓美軍的一個軍費分擔的問題 但是這個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目前來看好不容易解決了 因為現在川普本來要一次要加征 這一個等於註韓美軍 韓國南韓部分分擔的一個費用到 50億美金 也就五倍之多 那現在回到原本 韓國方面他們認為說 可以某個程度提高13% 那現在達成一定的協議 所以等於說穩住了南韓這一個本來 因為對可能過去川普政府 要求增加軍費不滿的 這樣的一個盟友 那當然喊出今晚就可以開戰 也表示說 這個美國這老大哥 是站在南韓這一個方面 那不怕這一個北韓的挑釁 那除此之外 其實我說這個美軍 為什麼有把握喊今晚就可以開戰 其實近期我們看到 美軍非常多的一個新裝備 新的武器都交付給 他的一個單副戰備任務 那除了先前講 有非常多包含像這個空射型的 LRSM這種所謂的長城的 逆中巡迷飛彈 包含像他的三叉戟 D52型的這種 這個核子武器之外 那今天有訊息又說 這個雷神交付最新一批 所謂的這個建設型的 這個戰斧巡迷飛彈 而且他是最新的 BLOCK-5A型 那這一型的巡迷飛彈 跟過去有什麼不一樣 就過去來講 我們看到不管是伯克級 或提康德羅加級上面 配備大批的一個 戰斧巡迷飛彈 基本上過去主要都用於 襲擊地面的目標 那現在進一步 這配備這種RGM-109BLOCK-5A型 他主要他的彈頭的設計 他是針對海上移動的船艦 所以我們整體看 最近美軍不斷的頻頻喊話 說要強化在第一島鏈的反艦飛彈 的確是說到做大的 包含像空射型的LRSM 現在真配的這個建設型的 這一個戰斧巡迷飛彈 另外未來潛艦 也要配備這種所謂的 能夠進行反艦的BLOCK-5A型 那包含像未來這個洛杉磯級 或者是這個維吉尼亞級 通通可以在1000公里之外 就對解放軍的這一個艦艇 水面艦發動攻擊 那同時我們看到 當然最近印太司令 這個戴衛生非常紅 談了很多話 那最近他談到說 這要增購這一個 所謂戰斧巡迷飛彈 他認為不是只有美軍 美國海軍配備就好 他認為在印太地區陸戰隊 未來也要配備這種陸基的 戰斧巡迷飛彈 特別是他有一個聯合輕型戰術載具 可以搭載這樣的一個 這個巡迷飛彈 到處在地面上隱蔽跟機動 不過我們觀察這比較特殊 是說本來今年預算2021年 要編列大概50億台幣 35億台幣要採購50枚的 這種陸基型的戰斧巡迷飛彈 在這個美國國會被這一個給刪除 那這樣的一個飛彈除此之外 他認為說還要增購包含像標準6型 標準6型飛彈比較少聽到 就是說未來新型的伯克級神盾艦 上面也會配備這樣標準6型 過去來講防空是用標準2型 反飛彈的話標準3型 未來標準6型 他不只可以防空還可以攻擊軍艦 防空來講 他可以打這種小型的目標 包含像無人機 或者是這種有具備逆中性能的巡迷飛彈 那這一個對艦來講 他可以襲擊對方的一個軍艦 所以變成多功能的彈種 不過這兩項武器 目前來講都還沒有真正的一個 配備到美軍的一個手中 那除此之外 美國海軍最近也提出一個 叫無人作戰架構 我們陸續談到 這其實在川普政府任內提出 一個美國海軍 2045年未來要打造500艘軍艦的 這樣的一個遠程的計畫來講 中間有至少包含 1 3分之1到1 2分之1 要用無人機或無人艦來取代 那現在美國海軍 其實像海獵人這種反潛 無人載具都已經成熟 那當然他的一個優勢是說 未來無人機 他可以進行定點的反潛 那甚至是有無人的一個 兩棲載具都可以進行攤頭 排雷的這個是可能會引發傷亡的一個處理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要納入AI的系統 那透過無人機跟AI的結合 未來能夠大量的分析精準的一個情報 那不過我們整體觀察就是說 這個雖然美國建軍的一個方向非常的明確 動作這個持續在加速 而且包含像印太司令 戴維森這些人紛紛喊出來 公開喊話說要支持第一島鏈的一個防衛的強化 包含像從日本到台灣 不過我覺得值得觀察 是最近我們觀察 美國國會在審查 這個等於說 拜登政府上任之後 首年的國防預算 有一些部分 的確是也有進行一部分的干預 包含像我剛剛講的 陸基戰斧巡迷飛彈 被民主黨的議員給刪掉 還有包含像這種他們研發中的一個 這個潛射型的核子巡迷飛彈 也這個相關的研究費用也被刪掉 也就是說我們觀察整體上來講 拜登的國安團隊目前來講 這個對印太地區的安全支持是無庸置疑 包含從國務卿包含到國安顧問 到國防部長到印太司令都沒有問題 那拜登本人對這樣的一個 是不是有這個從中有他自己個人意見 或者是像民主黨的議員 是不是有受到中國的影響 企圖去干預美國加大在印太地區軍力的強化 我覺得這些都值得觀察 卻調查他們這部的交替 所以怕再也有判斷